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冰 又看開小弟最近的營養片的讀者 都應該不難猜到我對早餐的看法 麥皮、意麥片、粟米片這些就一定不能吃 另外,小麥不能吃的話 即是麵包、公仔麵、通粉這些都不用想 再加上牛奶也不用喝 而且如果大家想一六八段吃 不吃早餐就最簡單 不過先說明,不是說早餐一定不能吃 重點是,從小到大我們就被人灌輸給我們聽 吃早餐才會健康 而且有很多醫生都不斷告解我們 說萬聖疾病和不吃早餐是有關的 但是近來就有一些研究報告或者書籍 就逐漸打破這個想法 例如牛津大學臨床生化學博士Terence Keeler 就在最近的一本書 早餐是危險的一餐 裡面提到 早餐是有害人體健康的 那如果吃早餐是有害 或者是不是真的那麼有益的話 或者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切入 究竟是什麽的經濟和社會背景 或者歷史條件 令到我們信服早餐是健康的呢? 其實 無論由健康的論據 社會的演變 還是早餐這個字的詞彙起源 都可以看到吃早餐本身 就不是一件一定要做的事來的 詳情大家可以看回百年早餐是這本書 歷史這部分 大家可以在這本書自己看回 小弟這條片 就會想透過大家正在吃的早餐 來跟大家一起理解一下這個世界的運作 為何我們當初早餐會吃粟米片呢? 為何肉器一定是煙肉加蛋呢? 為何又一定要飲產汁呢? 全部其實都是有人後操縱 這條片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條片是由日本Sagami 雙無安全套贊助播出 在講早餐之前 先跟大家介紹一個人 他叫做Edward Bernays Edward Bernays在1981年出生於維亞勒 在紐約長大 詳細資料不多說了 只說一件事就夠了 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佛洛伊德 是他大舅 即是他媽媽的哥哥 而Edward Bernays之後的成就 也令他被稱之為 The Father of Propaganda 現代宣傳之父 首先他幫美國政府宣傳 他很有效和很有影響力地 向公眾推銷了一種觀念 為歐洲帶來民主 然後令到美國人民支持美國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 然後又將啤酒宣傳成為防止淤酒的疫苗 然後再用女權角度 令到當時的女士覺得 食煙是平權的象徵 然後煙草傷利潤當然大幅上升 再之後還在危地馬拉成功擦動政變 推翻了當地政府 為的就是幫助一家美國水果公司 在當地達至更大利潤 以上那麼多例子的詳情 會然後做精華會和大家分享 而Albert Bernays之所以這麼厲害 當然就是全靠他們這個心理學世家的教育 他知道公眾擁有巨大的權力 簡單說 即是人民如果集體就某件事做出決定 這樣確實是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到這個潮流 所以在他的宣傳裡面 是會有意識地、明智地 操縱群眾的有組織的習慣和意見 而這些操縱 這種看不見的社會機制的人 就成為了一個無形的政府 而這個 就是國家真正的統治力量 而Albert Bernays 就是能夠將文字和圖像有效地影響公眾 他表明自己不單是一個有遠見的人 他的想法 還塑造了20世紀 及以後的大部分西方國內政策 當然最誇張的是 據報導 納粹宣傳部長郭培爾的書館上 也有一本他的書 書名叫做結晶公眾輿論 回到這條影片的主題 早餐 我們對早餐的趨之若武 其實是相對較新的東西 在19世紀末的美國 早餐並沒有被呼籲任何特別的重要性 在一日三餐美國善食地發明這本書裡面 作者致出 從歷史上來看 早餐並沒有自己規定的食物清單 早餐就是隨便吃前一晚盛低的食物 到19世紀 美國人眼中的農家早餐 才開始出現在餐桌上 簡單說就是煙肉加蛋 雞就會在早上生蛋 再加上準備雞蛋相關的菜餃 簡單油快製 然後再配合之前已經殺了的豬 醃製的肉 簡單說就是煙肉 就搞定了 不過到了19世紀末 隨主工業革命 煙肉和雞蛋開始失寵了 人們開始從農場的勞動 轉移到工廠和辦公室 新工業時代帶來了一些問題 就是消化不良 或者可以叫做一種席捲全國的胃病 每個人從農場裡面 經常都很活躍 周圍移動 變成坐在一個狹窄的位置上 那這些上班一族就發現他們有出現 吐心 出汗 胃暴消卓等等的症狀 不過其實這些症狀和消化不良沒有關係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些健康專家就開始說 這個反應就是解造是消化不良的 並且就開始歸咎那些人 早餐吃得太多 所以很自然地豐富的早餐就開始被淘汰 清淡的早餐就上場了 然後當時還有這種食物 正慢慢地開始佔領整個早餐市場 這種食物就是早餐粟米片 是既清淡又異於消化的麥皮早餐 I wish I could go down the Amazon 可以說是跟當時的煙肉雞蛋站在對南面 而將早餐粟米片發揚光大的 就是John Kellogg 即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家樂士燕麥片公司的始創人 K Kellogg是一個宗教人士 他相信打飛機是最大的罪惡 而溫和健康的食物 例如粟米片 就可以防止大家打飛機了 沒錯 在十九世紀 就是使用道德說教 來推銷健康早餐的理念 而且就再改變了人們對善食的看法 所以大家為了避免這些肉體的罪惡 我們應該永遠都不吃肉 因為吃肉就會增加性肉 但是如果你吃一頓清淡健康的早餐 你的工作就會更加有效率 更加有成效 這種想法還增加了另一個道德的層面思想 再加上之後 維他命就被發現 再過都沒多久 這些早餐粟米片就再被吹捧 並且被譽為是陽光底下每一種維他命的來源 你心裡面還有沒有營養維他命 維他命A 維他命C 根據當時的廣告 這些維他命就令早餐變得更加重要 也正正是那個時候 戰爭期間 婦女們就要成群結隊地進入勞動力的市場 所以早上就需要一些快速而且有營養的食物 你為他們的小朋友 為了強調了吃早餐的重要性 就是這樣 在對消化不良的恐懼 宗教道德和廣告的結合 推動了早餐 成為了一天裡面最重要的一餐 以這個想法 然後 這種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 導致煙肉燒量直線下降 就是這個社會背景下 開始做一場爭奪早餐食物排行榜的史詩食前陣 而這場戰爭的犧牲品 就是我們的荷包和健康 當時平均每個美國小朋友 每年在電視上看到超過一萬個食品廣告 當中包含糖、穀物、麥皮、飲品、快餐或者糖果 而Kelot就沒有浪費任何一秒鐘 去揭盡所能感 希望粟米片成為新的早餐首選 而當然這些東西原本是給主意吃的 最終這個Kelot就創造了一個標語 早餐 一天裡面 最重要的一餐 然後 它成功了 而作為最大的煙肉生產商 Beach Nut 它最需要是要令美國人 停止擔心那種愚蠢的消化不良問題 然後再開始吃煙肉 之後 這家煙肉公司就捕捉了一個卵 給影片開始介紹的 The Father of Propaganda Edward Bernays 去拯救他們的煙肉生意 Edward Bernays做了些什麼呢 首先 它利用圍繞早餐的所有道德教化和健康擔憂 來幫助這家公司 退紹煙肉 例如 人家家樂士就用宗教 再加上維他命 來銷售他們的產品 Edward Bernays就用醫生來銷售 給你聽 麥皮不吃得的一樣 營養師說一句說話 有說服力很多 而有什麼好過一個醫生跟你說 就是有4500個醫生跟你說 Edward Bernays問了自己營銷機構工作中的其他醫生 問過醫生 哪種早餐更加健康呢 吃得豐富一些 還是吃得清淡一些 之後醫生就回答了 在這兩個選擇裡面 吃豐富的早餐是會健康一些 因為它會提供更多的能量 當然是廢話啦 不過 接下來 這個Edward Bernays就給錢給這個醫生去進行調查 訪問其他5000名醫生 問回同樣的問題 豐富的早餐 還是清淡的早餐 對我們的健康更加好呢 而其中4500個醫生表示 豐盛一點的早餐 好過清淡一點的早餐 然後 Edward Bernays就將這個統計數據 直接交給媒體 並且將它框起來 成為一項關於 為什麼美國人需要吃大量煙肉和蛋 來做早餐的科學研究 即使當中沒有進行過任何實質的科學實驗 問醫生的問題的時候 都沒有提到煙肉和雞蛋 只是問更多的食物會比小的食物更好 但是你不要理 這招行 之後很多什麼 4500名醫生敦促美國人吃豐富早餐以改善健康之類的頭條新聞 充斥著各大報章 例如 芝加哥論壇部建議 努力勞動者和他的職業要坐很久的人 都應該要吃一頓很豐富的早餐 包括水果、穀物、煙肉、雞蛋、多士 另外洛杉磯時報很急地宣布在標題中加入進入豐城的早餐 這些連串的報道 就導致煙肉生產商 Beechnut 的煙肉銷售量慢慢回升 升到1900年之前的水平 事實上Beechnut 很成功地在美國人心目中 鞏固了煙肉、雞蛋和早餐之間的聯繫 以至於在美國有70%的煙肉都是在早餐的時候吃的 Edward Bernays 成功地改變了整個國家的觀念 正如Beechnut 這麼說 如果你能夠影響領導人 無論他們是不是有意識地合作 你都會自動影響他們所影響的群體 而這次的關鍵就是基於他對專家證詞 即是醫生、專家說的話 對公眾的影響力的理解 尤其是你們會很盲目地相信醫生說的話 但Edward Bernays 並沒有因為就這樣 就停止他的宣傳 在1924年 他主持了一場在白宮舉行的盛大早餐派對 當中就提供了整堆的煙餅、雞蛋 還有當然是有大量的煙肉 因為如果這樣都喜歡總統去吃的話 那對於平民來說就一定都夠了 所以之後在這場宣傳的風暴幾年裏 Beechnut 的煙肉銷售量 從不頂不吊變成隻手可熱 說完食物就是野飲了 雞蛋、煙肉、多屎隔離 當然還要有一杯冰涼的橙汁 事實上直到1910年代初 飲橙汁這件事在美國幾乎是聞所未聞的 那為什麼無緣無故會有橙汁的出現呢? 事源就是因為在20世紀的20年代 加利福利亞州有大量的橙就過盛 那這些果源的主人 要不就斬了一棵橙樹 以確保市場的橙的供應不會過多 保持價格 要不就說服全美國的人 開始買更多的橙 1908年 南加州水果種植者協會 跟Albert Laska的公司Loran Thomas合作 他們選擇了後者 即是說服全美國的人買更多的橙 之後就有大家都熟悉的牌子 新騎士的出現了 香港有領水領茶的出現 都是跟新騎士的 想我說的話就留言告訴我 回到橙汁 好地地 怎樣可以令到美國人買更多的橙呢? 答案就是 在Albert Laska的領導下 他發明了一種廚房的小玩意 一種橙的炸汁器 你每買一袋橙 只需要加一毫子美金 就可以換購 而這個一毫子美金的炸汁器 就令到所有的橙公司 都賺得盆滿盆滿 大家想想 早餐原本如果你吃一個橙 什麼都飽啦 但是當時的人 要想橙汁嘛 這樣就可以很輕鬆地 消耗三至四個橙了 真是不能不佩服 這個銷售手法 真是很聰明 橙的銷售量 急增400% 真其是這一招 幾乎憑一己之力 拯救了整個美國的橙的產業 不過問題是 當我們自然地洩入水果裡面的糖的時候 我們就會獲得能夠減輕負面影響所需的纖維 但是果汁呢? 不單止沒有食用纖維 還要平均一杯橙汁 是含有高達27g的糖 大約就相當於一罐可樂的含糖量 那我們不如喝回可樂 詳情在《果糖片局》這條影片也有說的了 影片來到最後 聽完Edward Bernays 加洛斯 和新奇事的故事之後 我想大家都會想知道 為什麼廣告商這麼容易就可以把早餐 變成任何他們想賣的東西呢? 原因就是因為這些在上位者 資源壟斷者 他們有意識地 明智地 操縱群眾的有組織的習慣和意見 人民被統治 我們的品味是被形成的 我們的想法是被建議的 我們的思想 由我們都不知道他是誰的人來塑造 還要是社會裏面有大量的人 必須以這種方式來合作 如果他們想在平穩運算的社會上共同生活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幾乎每一個行為裏面 無論是政治還是商業領域 在我們的社會行為 還是我們的道德思維裏面 我們都是被相對少數的人所主導 他們理解群眾的心理過程和社會模式 所以他們操縱到公眾的思想 Edward Bernays 開創地運用了一系列 令人眼花撩亂 但同時也是很有效的技能和技巧 實現了這個隱形的政府 他利用他所了解的精神分析和群體心理學 Edward Bernays 有效地為現代的西方 奠定了第一塊的基石 消費文化 或者引用他自己的話 一家工廠 即使有能力向整個歐洲大陸供應特定的產品 但早不能等到公眾需要它的產品的時候 才來生產 所以這家工廠 必須通過廣告和宣傳 和廣大的公眾保持持續的接觸 以確保大眾能夠持續不斷地需求這些產品 來令成本高昂的工廠 可以獲得盈利 而最諷刺的是 即是說公眾是必須被輿論 被混淆他們想要的東西 而市場就會繼續傳載一些扭曲的訊息 令到這些不良的訊息沖積著整個市場 來迷惑消費者 Edward Bernays 直到今天 很多這些幕後玩家 完全沒有被他們影響最大的大多數人發現 人民不加以批判 就會很容易受到這些非理性衝動的影響 而威脅著大家的 確實就是上面提到的隱形政府 這影片就來到這裡 順帶說句吧 真的要吃早餐的話 煙肉蛋是不錯的選擇 又有豬油 又沒有小麥、澱粉等等 蛋又有營養 記得要吃蛋黃 另外 如果大家想說說香港人的早餐 包括茶餐廳文化的興起 奶茶、檸茶、檸水等等的起源 這些topic 就留言告訴我吧 這影片的會員後續精華 就會說回剛剛影片提到的 啤酒、向煙 幫美國政府宣傳參加一戰 以及怎樣推翻危地馬拉的政府 來幫助水果公司賺大錢 當然會員問答仍然繼續 喜歡我們的影片不妨like、share和comment 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鈴 我們跟星期四出片 星期二可能有片 星期五晚上九點鐘會在YouTube上直播 說說時事特別政治 我們已經開始了我們的Patreon會員 今天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塊燈 我們下支影片